北傑場案死者潘壁珠傳出 是為了救人才會犧牲 在今天她的丈夫和她的兒子都說 以自己的家人為榮 突然今天拿刀出來就亂刺 一秒鐘甚至可以刺兩個人 我對正確這方面 我覺得她真的是不是人 看過捷運上監視器畫面 驚悚影像在腦海中回之不去 一想到潘壁珠當時經歷的痛苦 丈夫和兒子十分心疼 不過還是為她的勇敢感到驕傲 她原本是可以逃過這一刀了 是因為她關心她腳下一個跌倒的人 那在關心猶豫之中 抬頭起來才被刺到 所以我對我太太這個行為 我覺得感覺到與她為榮 新北檢持續偵辦北傑殺人案 6月9號早上開庭 傳喚潘壁珠家屬交付死亡證明 並尊重家屬意願 提供監視器畫面釐清事發過程 你有看到被执准 以及家屬說嗎 捷運上殺人不眨眼 奪走四條人命 政嫌收押後表現異常冷漠 新北檢計畫和台大醫院合作 幫她安排精神鑑定 只是鑑定費用粗估十萬元 得由全民買單 政嫌5月22號收押看守所 到7月22號收押期滿 檢方要力拼兩個月內徵結起訴 家屬也不排除 向政嫌提出附帶民事求償 捷運車廂慘案後 家屬悲傷情緒難以平復 政嫌犯後卻毫無悔意 雖然絲毫不受良心譴責 但終究逃不過法律制裁 記者旅遊商文財言小組 新北市報導